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,指责假新闻制造者在互联网平台故意捏造虚假信息,损害了中国好声音节目和其品牌形象。 律所表示,他们代表节目制作方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,将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委托人及节目地商誉。 网络造谣行为严重干扰了节目的正常运营,也给委托方带来了不良影响。 律所的声明再次强调了维护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重要性,并呼吁公众对网络信息的质量保持警惕。 这一起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假新闻和网络造谣的关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